今天来两个喝酒的高手 喝酒嘛 我是经常碰到喝酒的人 比如于谦老师 于老师酷爱喝酒 而且几乎每天都得喝 我跟他比我这人生太乏味 我也不抽烟 我也不喝酒 也不会玩牌 于老师几乎都行 但是他比我还多 抽烟喝酒烫头这都好 烫头 要有个机会 你们一定要跟他喝回酒 但是于老师也曾经有过 喝多之后 丢人的事 这不能说吧 说说 这么大的艺术家 喝多了 半夜里也站接着 得哪儿哪儿尿 李传说这种事情 山哥他老人家也有过 山哥不能怪他 因为他失忆了 失忆以后做的事情 我觉得都挺有可原 因为之前我跟他 曾经拍戏《猪一屋》 猪一屋在 你失忆了以后 你自己不知道 你甭管没事 对道指道我没听见 你光着非得往走廊 鸟 完了我说拉回来 喝完之后 光着就出去了 出去了 完了我说 咱好歹也是一大腕 探头都有 我说明天在一个灯网上去 都拍下来了 不是我怕他拍下来 我抱他 那还不干呢 还拿手 你放手 我觉得这个要是真拍起来了 其实对你也不利 你想啊 他那光着你搂着他在 不合适 你知道吗 对我也不合适 当然谁没个年轻的时候 这是喝之前就拖了 还是喝多 没有他喝多 咱俩住一屋 他睡觉耗那个光着水 这个知道 咱们在一屋的时候 因为我们 假期睡眠 假期睡眠 完了以后呢 因为他喝大以后 他不知道了 他尿急 他找不到上哪儿尿 关键 这么个情况 我也跟他说过 他说我不知道 第二天跟我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那第三天好了 不忘了走了 往阳台去 那儿没有监控 都没有监控 他底下都是观众 他没有尿 都被我给制止的 没来得及尿 没来得及 全被我制止的 我给带到厕所了 就跟小孩一样那会儿 你还习惯吗 到厕所 没看 最后就没看了 好吧好吧 就要少吃 吃要多治 喝点酒 喝点酒吧 就别人拍下来就行了 这都已经得喝了多少了 都是我们的大局以后了 都是凌晨四五点以后 拍戏很辛苦 喝点酒能解决罚